各位好,我是小A,欢迎各位再次玩小A的战地系列 那么现在战地2042已经上市了,小A也借我朋友的账户 还有借她的一台电脑玩了几天的战地2042抢先试玩 玩下的感受,我觉得这游戏还没有完成 而且这游戏内容非常少,这游戏毛病不少 而且对我们玩过以前战地3,战地4,战地1的老玩家来说 这游戏可能不适合我们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将讨论我先玩战地2042玩下来的一些感受 不过这些当然是小A自己的看法 所以大家不需要与小A观点一致 我今天给大家看的片段还是战地4的片段 因为我用我朋友借给我那台电脑,录像时候非常卡 我感觉这帧数达不到60帧数,我录像出来的效果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就没有录像 我相信许多玩家战地2042上市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差的体验 那就是游戏优化非常差 我说的优化是在电脑平台上,就是PC平台上的 在说优化过程中我也会讨论游戏中 现在一些比较致命的游戏bug,就是游戏问题会影响玩家的游戏体验 简单来说现在战地2042优化的非常差 如果玩家电脑不是最近配的一台高端电脑 玩战地2042的体验不会非常好 因为游戏中帧数下降 化效卡顿甚至死机问题几乎常常发生 当然我没有在其他一些电脑配置上试过 但是我朋友的10700K加上2080GTX显卡 我感觉游戏打起来不是非常流畅 这游戏可能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靠官方的更新补定还有修复补定来稳定它的优化情况 现在优化实在太差 那么现在小A来简单说 让我最注目的几个致命游戏问题吧 第一大问题就是士兵步战的时候 武器的命中敌人的注册效率实在太差了 就是说我常常明明是打中敌人 而且应该这几发子弹就可以把一位敌人打死 常常我的子弹没有被服器注册 西方人就把这个问题称为Hit Reg 就是Hit Reg非常差 第二大问题就是我发现服务器不是非常稳定 有时候我连接不上服务器 有时候我会被服务器踢出来 就是服务器掉线了 有时候一场结束 玩家得到的经验只不会被服务器保存 就说玩家白打了一场 我认为这问题也非常严重 玩家的士兵还有载具的配置装备目录有不少问题 我现在都没办法在这个视频完整的描述 公厕中的一些士兵飘移 一边士兵尸体冻僵在那里 飞机五直在空中飘移这种现象现在还存在 现在游戏中的载具和武器平衡也非常差 像现在游戏中气垫船 游戏中发挥像一辆轻型的坦克 士兵的各种动画现在非常卡顿 就是不是非常流畅 不是非常自然像是机器人 有时候士兵如果倒下来被什么障碍物勾住了 他会没办法被队友复活 有些服务器连接不上 有些服务器进去会被踢出来 反正毛病是一大堆 总感觉这游戏没有完成就上市了 是一个半成品 第二个话题我希望能简单的解说一下 就是游戏中的内容 我认为战地2042游戏中内容比以前战地多少 我可以与以前战地4比吧 战地4刚上市游戏中有非常多武器 想想一个职业 比如说医疗兵 工程师 侦察兵 支援兵 战地4一上市就给玩家非常多的武器选择 但是在战地2042呢 我可以说整个原本游戏的武器选择比以前战地4一个士兵职业的武器选择还要少 更不要说游戏的模式 战地4刚上市几乎所有战地3的游戏模式都包括在里面了 但是战地4现在游戏模式非常少 战地2042的载具品种也没有像战地4当时上市时候载具品种多 比如说没有海上的载具 一些以前标准的战地游戏功能或者内容 比如说分数榜 就是排分榜 爆头奖励 击杀特殊奖励 比如说打掉别人多少血 连杀奖励 小队队伍升级指挥官模式 360度的音效 GG武器矫正 游戏的服务器阅览器 士兵的各种各样的跑步选择 还有士兵的姿势 像以前战地5的各种各样的士兵姿势 战地2042都没有 这个列表其实非常长 就是以前战地有的一些内容 战地2042现在没有了 我几乎一个视频都说不完 像以前几个战地都有单人游戏剧情 虽然说不是所有玩家都会玩单人游戏剧情 但是单人游戏剧情也可以算是游戏的一种内容 像以前战地3战地4 玩家可以在单人游戏剧情解锁狗拍 解锁武器 战地1的单人游戏剧情 可以说是战地游戏系列中比较好的一场 单人游戏剧情了 战地5以前也有战地单人游戏剧情 但是就是在战地2042 这个内容被官方删除了 但是删除了时候 多人游戏的游戏内容也比以前战地游戏少了很多 而且游戏还是以前战地1战地4战地5的游戏标准价格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花同样的钱去买一个游戏 我们现在得到的游戏内容比以前少 像以前同样的价钱可以买一公斤的肉 现在同样的价钱只能买半公斤的肉 所以简单来说如果用战地2042与以前战地游戏来比 我认为战地2042向前走了两步 但是向后退了五步 那么作为一位战地游戏的老玩家 我认为战地2042好玩的是在它的传送门 就是Portal游戏模式 虽然说传送门前的内容还算比较少 但是我能在传送门这个游戏特殊场合中 找回以前玩老战地的感觉 因为有士兵职业 我玩原本的战地2042 我感觉已经不像在玩战地游戏了 像玩使命召唤游戏 我说这一点不是说使命召唤游戏不好玩 以前使命召唤游戏有它的独特性 以前战地游戏有它的独特性 现在我感觉使命召唤还有战地游戏越来越相似了 我只能玩战地2042的传送门才能找回 以前战地老游戏的游戏体验 我感觉战地2042会成为一个非常受争议的战地游戏 不像以前战地我受争议的是它的政治宣传 还有它的政治正确性 我感觉战地2042会让战地游戏群引起不少争议 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战地游戏的发展方向 应该是向哪个方向了 是应该是保留原本的独特的灵魂 像职业系统游戏爆炸物破坏性 海陆空联合作战 还是走向 我认为不少现代第一人设计的一些发展趋向 就是一个士兵是一个英雄 是提倡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是提倡比如说团队合作 我认为最让小A头痛的还是战地2042的专家系统 我还是希望能回到以前的士兵职业系统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专家我分不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而且怎么说呢有些专家的能力实在太强了 有些专家能力比较差 几乎很少玩家玩 那么如果小A要总结 我认为大家应该自己去玩战地2042 去看看自己喜不喜欢新一代的战地游戏 自己电脑能不能带得动战地游戏 还有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新的战地游戏的发展趋势 但是小A的想法还是与我玩过工作之后想法是一样 我认为现在战地2042游戏中毛病还有游戏优化实在太惨 游戏中的内容不多 而且新的一代战地游戏可能不适应我们这种老的战地玩家 如果大家喜欢去玩传送门 当然可以去入手战地2042 但是我认为原本的战地2042游戏可能会让不少老玩家感觉不舒服 不习惯新的一些机制不习惯新的一些武器手感 所以小A还打算再玩6个月的战地4观察战地2042的发展趋势 等下一次打着我再入手战地2042 希望那时候游戏不少致命的毛病被官方修复了 而且那时候游戏优化也改善了 而且游戏内容更多 特别是传送门就是小A喜欢玩那种经典战地游戏体验的内容比现在更多 最奇怪的我感觉是现在油管上还有不少导演在为战地2042洗地 大家随便去看看steam上的玩家评价 还有其他一些网站上的玩家评价 就知道这个游戏现状是什么样的 官方要价是市场价 但是送出来的商品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商品 我认为我们不值得现在入手战地2042 还是等到游戏更稳定 这样价的再入手战地2042 好那么今天小A就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暂时观小A的战地视频 我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发表自己对战地2042的看法 也可以帮助一些还在犹豫 与入手不入手战地游戏的玩家做出决定 那么感谢跟大家暂时收看小A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保重拜拜